过去台湾地区都是男多于女,因此出现外籍新娘的国外联姻现象。 不过,根据内政部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,台湾地区首次出现了女性多于男性的人口趋势反转现象。 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11月底的全国男性人口数有11683187人,至于女性人数是11684133人,人数多于男性。 如果以性别比例来看,也就是以女性人数为基准100来看男性比例,现在台湾的数字开始进入99.99,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.3,也比上个月少了0.02。 内政部预估趋势,未来台湾的女性人数将持续多于男性。 内政部次长夏佳琪表示,五都里面台北市是全国女多于男的典型代表,至于台南市则相反,是唯一男多于女的城市。 内政部预估趋势,目前国际主要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例大部分都低于100,例如意大利为93.7,法国93.9,日本94.8, 奥地利95.1,台湾现在也进入99.99。 在台湾人口性别比例出现反转下,未来在消费甚至政治投票意向下都可能出现趋势转变。 记者陈洪志在内政部报道。